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 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隔出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番话讲得热血激扬 旗下统战单位也没闲着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检讨委员会就公布最新报告 认为中国在世界各地包含台湾在内的渗透统战越来越积极 报告指出统战部还监督针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影响力活动 目的在压制独立运动打击本土认知 推动支持北京的政治制度 报告中强调统战行动不需要台湾人支持统一 而是煽动混乱营造中国出兵的理由 在西方国家教授中文的孔子学院 同时也是中共渗透西方社会的工具 包含美国和加拿大在内多所知名大学 已经关闭校内的孔子学院 而报告中还强调中国对美国盟友的统战工作 已经有部分成果 例如掌握澳洲和纽西兰的中文媒体和华人社区组织 原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预定在八月底再访北韩 却被川普喊停 原因就是两国贸易战正夯 美中关系紧张态势正在缓步上升 暂时新闻 周一号报道